有朋友想抽新股,有一個就是內地的問答平台,叫支付 我就問抽不抽得過,有哪些影子股呢? 入場費都不算高的,是否可以考慮一下呢? 我覺得這一刻入場費不會是用來評論新股的整體原則最主要的因素 第一方面,你要留意新股基本上關火了 你如果看過去來講,新股上面比較炒得到 是的,有些駁完歸邊,上市第一天之後,然後炒了上去,是有這樣的狀況 但問題就是講一些小隻,你講到支付這些知名度比較高的 我覺得你極其量就好像雙方一樣 上完市之後,你見到第一天不穿個招股價,就順著個勢去炒 但沒必要用一個新股抽孖展的形式去炒 因為就算有問題,有很多人去抽,你都會說難中籤 加上一個未必有個很漂亮的派貨狀況,樂觀就是這樣 不好的話,就是沒什麼人去抽,你用孖展形式去抽 還要種很多貨,一旦潛水,什麼都不用補 甚至說帶來那個風險實在太大 所以我覺得以目前講估的狀況 我是看得樂觀了,但未去到大牛市,抽新股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入市時機,不是 所以在想影子股更加不想,未來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營購反應是怎樣 如果那個營購反應是很熱烈的 超購百多倍的話,你參與一份 因為你中得不多,不會有太大殺傷力在這裡 但如果那個營購反應一差的話 那就純粹真是高風險高回報 營購反應差,你又想差一腳過去 那你就等上市那段時間 看看那個反應是怎樣,到時候才踏順風斜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新股真是興趣不大,支付這些 我暫時沒有手頭上太多資料 也都相信這些行業未必說會有個 很可觀的盈利能力 就是我相信它的估值不會定到十幾倍PE左右 這些位置 所以你問我真是興趣不大,我不會主張見第二大塊去抽